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玩一些塔防的游戏呢?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游戏不是一些区块链的游戏 而是一种普通的手机游戏 而它是由香港团队开发 在App Store里面已经有几年那么久了 还是一种大受欢迎的游戏 而玩这个手机游戏甚至还可以赚到一些Token Hello大家好,我是每日朋友的Desmond 在开始之前,记得like、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支持我和保佑的创作团队 现在我们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都会定期出片 如果你想知道一些币市的最新资讯 和我自己的读家分析的话 就记得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今集将它送出 价值1500美金的Tower Token 给30位的观众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拿的话 就记得看下去了 这款游戏同样是由Sandbox背后的开发公司 Animoca Brands去推出 这款游戏其实在2018年已经出了街 它就叫做Crazy Defense Heroes 在App Store里面就可以download 它其实是另一款塔防游戏 Crazy Kings的组作 其实这款游戏在塔防的粉丝之中 都是大受欢迎的 而玩家就可以透过游戏里面的英雄卡 陷阱卡和一些塔卡 去组成不同的队伍 是用优质的策略 来看看如何对抗入侵的怪物 其实这款游戏就好像我们之前 在Rith Racing那条影片都提到 其实我自己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 也开了一个公会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公会成员 已经升了很多 还赚了不少的Tower Token 而这个游戏最近其实有一个大更新 就是在12月的时候 它出了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这个星星补伤的活动 只要你在12月期间 是每日签到 去拿这个星星补伤 并且透过你的Metamask 每日签到的话 你就可以每日赚到这个Tower Token 而所有的Tower Token 其实在活动完结后的两个星期内 就会一次会派发 而这个叫Crazy Defense Heroes的游戏 其实背后也有一只游戏代币 就好像Rith Racing的REVV一样 而这个Tower Token 其实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 我们之前去到Animal Cut Brands公司的时候 都特意采访了Tower的负责人 给我们带来一些独家的资讯 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模式出现 然后大家可能就因应这个模式 去斗高分 加入新的Leader Board的元素 从而是有更多的方法 去一路玩一路赚钱 或者純粹你很享受的游戏 就想取得第一也都可以 而未来的blockchain game 我们会有新的Token出现 除了Tower Token之外 还会有另外一只Token 大家可以玩游戏赢得到 那将会是一个无上限 没有一个hard的cap 但当然有些限制 就是那些人透过玩游戏 他就会赚到相应的Token 而那种Token 都会有新的用途 但是他如果不想用来用 他真的可以拿去不同的地方做交易 换取其他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听完Tower Token的负责 说完之后 对这个Token未来的前景是怎么看呢? 其实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游戏本身只是一只普通的手机游戏 是并没有任何区块钱和NFT的元素 你只可以在上面玩这个手机游戏 透过累积经验值 完成每日任务去打机赞币 但未来Andy Morgan公司 都打算将这个游戏NFT化 将上面的角色和游戏道具 是变成一些NFT 搬上去区块钱上面做一个blockchain game 而现在你去玩这些手机游戏 你就可以抢先赚到Tower Token 未来就可以免费买到NFT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元宇宙概念在最近炒得非常夸张 就连Andy Morgan旗下的Sandbox 不单止它的TokenSand升得非常夸张 就连它上面的虚拟土地 都是创了天价的成交价 而Andy Morgan Brands 作为行内最出名的游戏公司 不知道他之后推出的Tower的NFT 会不会都被人炒高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最新资讯 可能就可以订阅他们的官网 或者他们的Twitter 去留意他们的最新新新的 其实之前在Binance的NFT市场上面 都有卖过他们Tower的NFT 而这个Tower的NFT 不知道上面的Ticket和Mystery Box 到底到时候是怎样拿 以及在游戏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就等它是负责人和大家讲回 Mystery Box 其实里面主要是一些游戏的skin 玩有些游戏可能大家想换不同的衣服 因為CRAZY DEFENSE HERO 其實就是有一個自己的Hero 每一個BATTLE都出現 但現在的Hero是一個藍的角色 但日後的Blockchain Game 透過那些Skin 就會有不同的角色的樣子出現 我們提及過有三種Ticket 即是有金、銀和三種不同的Ticket 大家買完是在BINANCE的交易外 如何帶它出來 進入Blockchain世界 將會有一些文章教大家怎樣做 提及過可能你要提取的 你要在BINANCE提取NFT出來 然後再跟我們Smart Contract 做一些交易 有這樣的動作 可能對大家玩家也不容易 但希望大家到時留意 有這樣的文章去講解大家要怎樣做 我現在親身示範打一波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我的遊戲畫面 和玩法到底是怎樣 還有我會分享自己的心得 究竟用什麼塔好 用什麼卡好 或者用什麼英雄好的 好了 現在就進入遊戲中 我們在上面可以選擇這個關卡 就可以開始了 其實每次我們可以自由編制我們的隊伍 可以選擇不同的塔 不同的英雄和不同的魔法卡 這裡其實就是一些我自己比較常用的卡種 我們按戰鬥 我們先將一些塔布柱在上面 就可以level up它一點點 而這裡其實升級 可能看回它的技能 它可以加強攻擊的傷害 或者是它本身的範圍 打升級的時候都可以留意一下 而這個塔就是比較有趣的 它是同時攻擊幾個敵人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用這隻 這隻塔就是單體傷害較高的 而且可以激勻別人 所以都是我常用的這張卡 還有右邊右上角其實我都是加快的 如果你移不去太慢 就可以不斷加速了 而本身其實自己都是一隻英雄的 你可以自由將它移去不同的地方 這個英雄還會信移 透過升級它上面的裝備 來提高它的屬性 打人就會大力一點 如果我們成功擊破所有敵人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三顆星的評分 如果我們要完成任務 就要每天拿16顆星 就算一些我們之前已經玩過的關卡 例如一開始很容易玩的關卡 其實都是拿到這些星星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拿16顆星是絕對不難的 而這個遊戲其實是有公會的 這個公會就叫部落 我們都有每天平日的公會 而上面也會有部落專屬的任務 可以拿到獨家的獎品 如果你們玩得比較多的話 都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加入我們的公會 雖然我剛才分享了自己玩這個遊戲的心得 但其實我還是屬於一個新手 因為我玩得很廢 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進階的攻略 或者高手是怎樣砌塔的話 就可以入他的Discord 有空也會有高手去分享獨家的一些玩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Crazy Defense Heroes 遊戲有什麼最新的更新 Towerby 未來有沒有新的應用場景 以及怎樣去拿每天任務的獎勵 我自己也講了一些自己玩這個遊戲的心得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怎樣玩這個遊戲 其實都是入這個我們新開的Game by TG Group 跟大家加入一下 一起研究一下怎樣打遊戲賺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 那我們今集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最喜歡的塔的卡牌是哪一隻呢? 還有為什麼? 那你在下面留言留言就可以了 我們會抽出30位觀眾 迅速價值1500美金的Tower Token 那詳情可以看看我們 Description box上面的活動規則 看到最後買走 別忘記like comment shar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